這邊林書豪在臉部的部分這邊有見血 這邊看到他是流血了 對 所以剛剛裁判是主動把這個前面的比賽給停了下來 他的右邊眉毛 是被誰打到 對 剛才在前面那個play其實沒有辦法確定 林書豪到底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被打到了右邊的眉骨 從我這個角度看他的肉開得非常的大 而且是掀起來了 已經整個掀起來了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繼續打 就我的經驗 他那個肉掀起來的程度我覺得是沒有辦法繼續打 在這個下半季林書豪算是比較多災多難一點 來看一下是這個追防嗎 剛才這個這一拍 是這一拍跟霍利菲的接觸嗎 應該不是 對 看起來右邊的眉骨 或者是冠宣投籃下來之後 這邊也沒有身體接觸 那我們可能等一下還要再找找其他的鏡頭 因為他最後 被發現流血的位置是比較靠近這個面對籃框的右邊 對 他當時在追防的時候還在左邊 對 我想蘇豪打球一向都是很盡力很拚命的 所以 可能還是要看一下鏡頭是到底是什麼狀況去打到 剪一場是 腳踝啊 這一場就是臉上挨了一技 那我想國王還是要專注在場上 因為目前的領先的分數有一點被追進了 對 只有六分差了 所以 還是得專注把專注力擺到場上 來看一下在要接球的這一刻 這邊兩邊的頭撞在一起 是後來這一拍要進攻的時候 詩彥宗跟林蘇豪的頭部上有一個正面的接觸 是不是牙齒去咬到了 蘇豪的眉毛 有可能 因為看在詩彥宗這邊嘴巴應該也是有流血 他嘴巴又咬著一個像是紗布的東西 那如果是嘴巴或牙齒這一邊撞到的話 這個確實是會直接造成流血的 對 感覺可能是牙齒去找到了 找到了蘇豪的眉毛 那阿菲的牙齒可能要找現場球迷寫一下了 因為現在現場的DJ也在幫忙 我想沒有人樂見全能受傷 但這個碰撞是真的 比較大一點 那撞到牙齒都掉了 這個碰撞確實是力道非常的強 是半顆而已 掉了半顆 掉了半顆牙齒 來看一下蘇豪這個橫向的接球 其實他轉身的時候 剛好就撞到了詩彥宗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下一次 下一次 多謝 老二 老二 有 我們 谢谢大家